HELLO 大家好! 今天可以講到我最愛的Vision 2 Vision 2在我心目中就有不可撼動的地位 因為它是我第一部可以讓我看到哭的迪士尼電影 那也是第一部能夠讓我哭的3D電影 那,冰雪群人2呢,他的一些故事概念,看似跟第一集非常有关联 但是事实上呢,他其实也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导演奎巴克就有说过,冰雪群人2,看似是一个非常相像的,就是有关联系的故事 但是,但深圳来说其实没有任何关联性 所以呢,他也算是一个蛮独立的啦 那,这一次呢,团队人们有意识到当年冰雪群人的一些观众 可能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于是呢,就加了一些成长元素 那还有用秋千这个季节来展现出城 这也是这部片非常高明的其中的地方 这就是利用季节的这个点,给传达的意念,来展现他们这一次 然后传达的成熟感 除此之外呢,这次创作对本就不需要Dinforly 那还有奎巴克,跟罗伯斯夫妇 罗伯斯夫妇都是推听安德斯和罗伯斯 他们就是LadyGo的创作作曲家和作词家 那这一次呢,他们就不只有跟随着 来写正式的剧本而已 他们还有帮忙创作里面的歌曲 像《法新界面线》啊 那,《英特里亚诺》啊,像《收留宿》 还有《The Next My Thing》 那所以这些歌听起来都比较成熟很多 只是,雪宝,我觉得雪宝就好像没有什么长度 就经过三年 那,除此之外呢,这里还可以发现一些小细节 阿翔的头发,它其实是一个灰心色 但是遗传到爸爸 可是,安娜则是遗传到妈妈 我主要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们的发色 都感觉跟爸妈的发色差很多 而且,为什么他们爸妈长大以后呢 发色就不一样 这是蛮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宗沛的配音员 宗沛的配音员呢,虽然说是跟当年是相比,甚至大换血 但是,其实都蛮值得提的 像是安娜的配音员,就是由孙芝成 那,她在《无敌破坏王》里面,有帮我安娜跟安娜配音员 还有,云林录也是她配的 所以,她有在那个当年的海洋席人,有帮我安娜配过音 那,台湾的中配,帮安娜配唱的配唱员,则是刘先生 则是没有变,还是帮安娜做配唱的工作 那,阿翔只是大换血 奥莎呢,就是由刘晓芸出来配音 那,她在《无敌破坏王》2里面呢,有配过贝儿跟奥莎,还有木兰 那,这一次呢,她是帮奥莎配音 那,她的配唱员就是蔡永存 她是19岁的大学生 她的声音呢,是在制音的时候,获得迪士尼高层非常大的回响 迪士尼高层非常喜欢她的唱音,就是两种 那,她在去年呢,则是有帮《狮子王》跟《阿拉丁》 这两部生人版的迪士尼电影配过唱哦 那,《雪宝》呢,则是不变 则是由阿肯全程帮忙配唱配音 那上次,她就有帮雪宝唱歌唱夏天 那这里是雪宝的会,它那个奥的 就是由阿肯来唱的 她有《昆导》的那首歌 她的那首歌是 《洛斯塔尔物》至近80年代的金属风潮 《雪宝》二段时代的被迪士 在第一集的三年之后 她在表面上好像找到自己的归属 但是,她时不时干净自己的魔法 还会在吹跑艾伦感 甚至再度伤害到妹妹安娜 在她有一天被莫名的声音呼唤 意外中发现爸爸小时候的魔法森林 她在自己魔法可能不只有冰的人数 于是前往魔法森林 但同时也害怕妹妹安娜 会再次因为魔法再度受到伤害 更是意外找到三年前父母出害的真相 不仅是父母,其次需要去阿托哈勒 结果失败了 于是眼下痛,留下安娜跟雪宝 在魔法森林当中 那几个人独视前往阿托哈勒 就在黑海中水湖的水里 不时发现往事的真相 却知道太多而被冰冻起来 当然过去阿莎发现真相还不够 因为她妈妈一共有两个女儿 所以安娜也是破除诅咒的关键 那安娜说她们的女姐不只背叛魔法森林的北无所远 更是背叛了整个安娜打 一直到我有破坏水 把她拼出这个诅咒 这也是这部片不断强调的地方 就是同学杰力 那除了这一点呢 那这个地方也是这部片其中一个 比较在强调的地方 那还有是在阿托哈勒这个概念 它是让这部片充满手发色彩的其中一个地方 那阿托哈勒更像是人生的场景 这个概念像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迷惘的路程 但这路很漫长 不断的容易让人怀疑 住我身处是否正确 但是只要顺着内心正在指引你的路段手 一样能找到一个正确的领域前进方向的阿托哈勒 那我觉得阿托哈勒这个概念其实不错 那阿托哈勒最后呢 其实水灵其实是要去阿托哈勒 并不是艾伦改人 那分针2呢 我大概重看了好几遍了 呃应该不止好几遍了 蛮多遍的 看到动人场景还是会哭的 比起第一集阿托哈勒面对是我归属 更有趣的阿托哈在第二集当中找到 是我深深意在所有的那首歌当中 别删斗 他进你的世界了 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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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等待 也不是被束缚 别在等待 别删斗 阿托哈大声释放情绪 看到他的那第一眼泪 已经安良在人间软性中成长 是什么知识解决中成长 意识到下一件对的事情 没有哭 从两首歌来说 应该是说整部片的歌 虽然它是一部歌舞伎是没错的 但是主角好像有一点被诟病的地方 就是有点太过意外歌曲去传达异定 我个人是觉得是有一点点没错 但是确实有蛮多感动的地方 那迪士尼他们通常都不会去 特别去描述 就是整部的 对于故事的理解 不会特别去描述 他们都会 通常会用 刻画人物的方式来说故事 这又是迪士尼最大的 不一样的地方 那安良也是整部角色 最旁红最黑暗的角色 一定假设安良真正失去的姐姐 那绝对是她的人 但当周比剩下有无死心的黑暗 这些提琴成长到人生下一个阶段 还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 但是 就是 骑到的Doctor 我是好听 没有错 但是 就是有一点点太坑草了 那 她的人色有一点点 还是没有交代清楚 因为 她来魔法神灵的目净 如果死侍来求婚 就被把安娜拆水坝之外 到底是来干嘛的 还有 说到人色 我到底能不能跟安娜 并列一下 把骑到变成国王呢 你看骑到在结尾当中 那段 那段 那个装扮 到底是不是国王 还是只是说普通的攻击 还有呢 这部平时一直不断的被问 那就是 为什么 奥莎 在阿卡哈兰里面 明明是第五名 还会被冰冻 那其实早在 妈妈的 生年时 就已经有提到 提到 提到跟提告过 放在首歌之上 唱 背负女孩 的小鸡 有一场合 充满了回忆 嘴巴包变入牧场 又很漫长 变现迷惘 这就是 阿卡哈兰里面 他知道 所有事情的真相 但是 你可以去寻找 没有错 但是你不可以太过深入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 就是必须要付出代价 这也是 这部片 非常有神话色彩的地方 所以 雪宝还是有一些忍知识的 所以 又到我们忍知识时间 那 雪宝还是有个忍知识的 那就是 他的云朵 在第一集里面 我非常知道 他可以靠着奥莎 赐给他的云朵 来维持温度 那 第二集里面呢 他们说的是 雪宝就是 不一定要用云朵来维持温度 因为奥莎可以用特殊的土壤 再加上奥莎自己的魔法 来帮助雪宝 维持 自身温度 那雪宝我觉得应该他是 Alpha最大的败笔 那就是雪宝还有本的知识 但是 之前在某一支影片 就有提到过 他的 智商嘛 第二集来说 他是三岁小孩的智商 那第一集呢 他是零岁小孩的智商 他的年纪关心 他年纪略大的时候 他就不容易解体 所以 这一次在这部片里面呢 雪宝其实可以 感觉到 他其实 就是 嗯 解体的 那个 比例 那个机会 就已经慢慢 找很多 好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 那 那 接下来就是 到攀裂台段 接下来呢 我想来做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 我们先看剩影片见啦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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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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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